錯誤的就是體外射精 那體外射精之後呢 你不以為 沒有精子在體內 但是其實你在興奮的時候就會分明一些 前列腺帶有精子 那這些精子在聽到 大概幾秒鐘之內就可以到達子宮牆 所以精子有動的速度很快 那另外還有一個算 安全期的方法 他可能去計算他什麼時候排卵 避開排卵的時間 但是因為當年輕人生殖度比較旺盛的時候 卵跟精子有時候會生存到 三到五天以上 所以有可能是你做完之後 精子都還活著 結果他才排卵出來 這樣也會意外保密 另外就是用大量的醋啊 醬油可樂或者是水 去沖洗引導 希望把精子沖出來 或者是用跳跳跳的方式 讓精力流出來等等 這些也都是無效 因為在射精那一剎那 很多精子就已經通過子宮 僅可以到達子宮 沒有辦法藉由這樣子的方式 給精力開除 對火的大量 我來港研究室 今天就得到 這個完全小黃色的海獸 當然是在這多多個海獸 而最終的 明天 我們都不覺得 有很多多個海獸 有什麼 我們不覺得 我們不得